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由于本实力还未能让CLIBO C6完全站立起来 所以实验全程需要双手握着CLIBO C6 以防意外摔坏 到了C6.3.7之后的实力 才能使CLIBO C6完全直立行走 程序在初始化NPU6050和液晶屏之后 调用校准函数Calibration 在其中进行了20次NPU6050的采样 其中前10次的数据舍弃 原因是NPU6050在上电工作一开始 由于传感器自身的原因 其输出数据是不稳定的 所以在采样的第10次开始 扶养角Input Pitch开始累加到变量Cal Pitch中 期间液晶屏上会显示一个沙漏动画来代表等待 10次采样完成后 把Cal Pitch除以10 就得到了初始的扶养角 并在液晶屏上显示出来 双手握着CLIBO C6在直立的平衡位置上不可能纹丝不动 所以每次采样获得的扶养角都略有不同 经过10次的平均后 得到比较接近直立的初始扶养角 保存于Cal Pitch中 在Loop函数 实时检测CLIBO C6的扶养角 调用LCD Incline函数 在LCD上显示实时的扶养角 与初始扶养角之间的差值Inni Pitch 在调用Motor Adjust函数 判断如果这个差值Inni Pitch大于2 说明CLIBO C6向后偏离了初始扶养角 有向身后倾倒的趋势 于是两个轮子向后转去补偿 避免Inni Pitch继续变大 而如果Inni Pitch小于-2 说明CLIBO C6向前偏离了初始扶养角 有向身前倾倒的趋势 于是两个轮子向前转去补偿 避免Inni Pitch继续变小 当然 这只是一个初步的自平衡体会性实验 我们还需要一些较复杂的分析处理步骤 使得这个检测与补偿 最终能使CLIBO C6实现直立行走 这些内容将在C6.3.7之后介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